嗨,大家好,是妮妮,欢迎来到我们久违的品牌故事第八期 那今天要跟大家提到的呢,是我最近非常欣赏的品牌 三一 Philippine 三一 Philippine 那提到这个品牌啊,大家是不是立马脑海中想到的就是快十年前流行的Parsley包包 就是那款像是长了小耳朵的包,然后侧边有一个拉链 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呢,就入手了一款中号的大红色 当时我非常喜欢,那是那几年最火的包型之一了 不过虽然大家对三一 Philippine这个牌子都已经耳熟能详 但是不是依旧不是非常了解这个品牌呢 不过这几年呢,我发现他们品牌都是有在悄悄发光的 那我主要是会通过我选择他们的一些单品 然后搭配出来的穿搭来一一的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整个设计理念 适合的人群 Philip Ling呢出生于1973年,那父母呢都是中国人 后来呢是移民到了南加州 所以Philip Ling是在美国的加州长大的 那母亲在那里找到了一份裁缝的工作 而父亲则成为了一名职业poker玩家 那Philip呢是毕业于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学习的金融学 但是在三年后,他将重点转向了家政学学位 不过呢是因为妈妈是采放的原因 所以Philip从小呢就对服装设计和做衣服的兴趣非常的大 因为他从小就耳濡目染 然后知道衣服制作的过程是怎样的 因此呢,虽然他读的是不同的专业 但是在大学假期打工的时候呢 因缘际计会获得了在品牌Cartie Wong Adeli实习的机会 在积累了经验之后呢 和同为华人移民后代的文州一起创立了自己的同名品牌 三一Philip Ling 而三一的意思呢是 Philip在31岁的时候创立了自己的品牌 也作为是一个印记刻在品牌的灵魂当中 那根据Philip的采访 他主要的设计灵感呢 都是来自于他目前居住的城市纽约 就像他自己说的 我的Muse呢就是我的家纽约 当我追求我的梦想时 城市的摩天大佬 地铁和按喇叭的脾气暴躁的司机 这一切都通过神秘的烟雾吞没我 纽约是一个喧嚣混乱的城市 但对居民来说 它也是一个归属的地方 在一个充斥陌生人的城市 你也总能感觉到这里是家 当人们谈到纽约的活力时 那是来自集体希望的震动 我们每天都生活在一个未经过滤的现实中 寻找我们最狂野 最不同的梦想的可能性 永远被只有纽约才能带来的那种希望所激励 所以当我了解了之后呢 我在3E Phillip Link它所有的设计当中 都找到了纽约的灵感元素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发现这个视频呢 我是回到了纽约拍摄的 真的已经是久违的没有在纽约街头拍摄视频了 而且 Phillip Link对这种精神的融入呢 不是身搬硬套的 而是很自然的结合了城市的精神 巧妙地放在了不同的设计中 那接下来呢 就要通过几套不同的穿搭和单品 来跟大家分享我总结出来的 4个Philip的主要的设计特点 那当我看到Philip的所有的设计的衣服的时候 我脑海中第一个想到的词汇就是 现代极简主义 那现代极简主义是什么呢 主要是由于时代的变革啊 因为女性呢 都更多的出门开始工作了 那久而久之的 我们需要的服装就开始有所改变 从以前的传统女性爱穿的那种 大蓬蓬裙长裙 慢慢地转变为了 现代女性比较喜欢的 比较简约干练 然后有态度的一些衣服 那纽约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大都市 世界的金融中心 它就是一个最最适合 这种现代极简主义的一个地方 因为现代极简主义的 其中一个核心词汇也就是公文极简 那这种现代极简主义 用我自己的话简单的来描绘的话呢 就是它在设计当中呢 很多线条都是大开大合的 而且更多的呢 会用到一些比较直的线条 而且还会融入进一些 制式化的设计氛围在里头 而3E Philippines呢 其实在很早的时候 就开始做这样的一个风格了 我们回顾它早期的一些设计 也可以看到 它很多的风格 都是这种现代的极简主义 那为什么我在标题中 会提到Phoebe Final呢 就是因为Phoebe Final 现在的风格呢 是比较标志化的一个 现代极简主义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在Seline的期间呢 虽然说它也是比较现代极简的 但是它设计的线条当中 还是存在有很多柔和的感觉 但是自从它自立门户 然后开创了自己的品牌 我们都可以看到 它的整个设计 就会越来越锋利化 然后越来越简单化 穿在女性的身上呢 整个态度要会更加硬朗一点 所以如果你想要尝试 这个风格 然后你的预算又不像是 要直接去买Phoebe Final那么高 或者说因为它设计的衣服 觉得有时候线条 还是有点太利了嘛 就不是所有的人 都能hold住的话 我们不妨可以看看Seline Philippine 因为这里有很多很好的设计 在这里呢 我主要是用了两套穿搭 来跟大家分享 那这两套穿搭里面 最核心的一个单品呢 就是我最近在他们品牌里面 入售到的这一条 超高腰的牛仔裤 那这种超高腰的款式呢 其实也是今年的一个流行 那我们可以看到 罗伊威呢 就是有出这种超高腰的 裤子的类型的 那我自己呢 也是有到他们的专柜 去尝试那条裤子 我就发现 不知道是板还是怎么样的 就它的那个款式 穿在普通比例的人身上 真的是非常的奇怪 就不能够达到那种 很自然的超高腰 比例很好 又时髦的效果 就我发现这种超高腰的款式 非常难找到 设计的好的 要不然就是它的整个 裤团太长了 结果我就发现 Seline Philippine的这一款 就是完美的融合了 首先呢 它的整个超高腰的款呢 这个位置真的是很高 同时呢 再加上它的整个腰臀 比设计的很好 就有些超高的款 你可能穿上的时候 它提都提不过去 它腰的这个位置 就算打开了 也过不了你的屁股 那如果能过得了屁股的款呢 你腰的那个地方 又不合身 但是这一款完全不会 而且你穿上之后 就整个跟你的腰臀 贴合的很合适 完全不会显得你腰粗 因为很多超高腰款的裤子 最大的痛点 就是会显腰粗 这件完全不会 同时呢 再加上它的整个裤子的裤长 设计的很合适 我这里提到的裤长 不是整个裤子的全长 而是它的这个内裤长 就从你当到裤脚的一个长度 我一米七二穿上的时候呢 是恰到好处的 那因为我自己个人的比例 也不是很好 我不是属于那种腿很长的 就算我一米七二的身高 所以我觉得一米六五以上的朋友 穿这条裤子的时候 都是完全不需要去裁剪的 那或者说你个子再小一点的朋友 然后你的整个比例又特别好的话呢 其实这条你也不需要裁剪 而且就算裁的话 也不需要裁太多 这个真的是 我相信想买这种裤子的朋友 一定懂得它的珍贵 而且它的整个线条设计 也非常的简约 比如说它的裤子侧边 是这种隐藏的裤兜 然后再加上正面呢 就是有一个立体的缝线 可以让你穿这条牛仔裤的时候呢 整个身形是立体的 然后包括屁股后面的这个裤兜呢 穿上的时候 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一个线条 所以你平时在搭配这条裤子的时候呢 它是可以去搭配出 很多不同的风格的衣服的 比如说我这里就主要搭配了两个风格 一个呢是搭配这种衬衫 走的是一个比较公文的风格 另外呢就搭配了一件灰色的这种打底衫 整个就是比较休闲的感觉 它都能完美hold住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衬衫嘛 因为公文季节 最重要的就是这种公文感 它要能够适应说 我们平时日常百分之八九十的一个生活的区间 比如说我们要去上班的时候能穿 然后日常生活比较时髦风搭配的时候 也能穿的这种衣服 那衬衫呢就是必不可少的 我当时看到这件蓝衬衫的时候 就是一眼被它的颜色相中 因为它的整个颜色呢 就不是属于那种传统的 制式化的上班的蓝衬衫 是属于很浅很淡的蓝 它会看上去有点太过淡雅 然后又太有公文感了 你平时日常搭呢 不一定比较出彩 那这件的蓝呢 它是在比较淡的蓝色里面 增加了一些的纯度和亮度 所以我们穿在身上的时候呢 它这整个亮度是相对比较够的 但是它制式化的感觉呢 又没有被打破 所以你无论怎么搭配 它都是非常亮眼的 然后你平时上班呢 也是完全能穿的 而且这里就要着重提到 315他们家所有衣服的 各种设计的小细节了 因为它真的有好多不同的小心思 可以让你在穿这件衣服的时候 去适应你不同的场合 比如说这件衬衫 首先是它的整个版型 虽然它就是一件 看上去很oversize 很bulky的衬衫 但是我们传统去买这种衬衫的时候 是不是它都是前面就是一整片 这种简单的设计 然后背后也是一整片 然后进行了一个拼接而已 是比较二维线条的 但是他们的这一件呢 你其实从右眼上就能看到 这里是做了一个剪切的拼接 包括腰部这里 就直接有个三角的拼接 所以你穿上这件衣服的时候 然后远看虽然就是比较bulky 然后很oversize的感觉 但它就是有做了一个收腰的线条在里面 那个时髦感立马就体现出来了 而且就是很立体的线条 包括后背 就是通常我们女生背部嘛 应该所有人的背部 都这里会有一个凸起的地方 所以它会比较高 然后从脖子到那里呢 它就会有一个倾斜的感觉 那它的这件衬衫呢 也是我给我们做了 留有这个空间的 整个人呢就会看上去比较松松的 在这个衬衫里面 就会显得人更加的瘦 而且它最大的亮点 通常都会出现在他们衬衫的一个袖口上 那这件的袖子大家看 是不是就很简单的一个袖子 但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有两层 就是因为 它其实有两种穿法的 有时髦向的穿法和日常的穿法 像这样你扣得好好的穿的时候 就非常日常嘛 只是在袖子这里呢 会有一个小的细节设计 也很不一样 但是当你把它打开 你会发现里面还有一层布 它会像一个花瓣一样 就直接伸出来了 那它主要是为了让你把它打开之后呢 你再把扣子扣好 你的手臂呢 可以从这边的这个洞伸出来 它的整个袖子呢 就会有一个解构主义 不规则的时髦线条出来 所以当你平时日常 然后逛街 然后穿得很好看的时候 就直接这样 把袖子从那儿一伸 就整个人的效果就不同了 或者说你下班 然后要跟闺蜜吃饭的话呢 你就可以直接稍微改变一下 这件衬衫的形态 就能够立马有不同的感觉 而且三一菲的布林 本来就是设计师品牌 品质啊 各方面的细节 做工是完全没有任何槽点的 面料用的也很好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好多款都是在打折的 包括我刚刚提到 这条牛仔裤是在折上折的 那说到那件衬衫呢 还有另外一件 我入手了一个这种 比较经典的牛仔衬衫 也是属于春夏天 非常百搭的一个元素嘛 像这种牛仔衬衫 真的是各种品牌 全部都出了一遍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但是我推荐这一件的 主要的原因呢 就来自于它更多的 增加了很多线条的设计 而且它选择的是 这种对比的 一个白色的明线 穿在人身上的时候呢 细节感会更多一点 也就是意味着 如果你发现 你平时穿那种 非常基础的衣服 会显得人太过暗淡的话呢 那你在选择基本款的时候 就一定要在上面 去多做一些变化 那像这一件的 这种牛仔衬衫 就会更加的适合你一些 它正正好的 可以把那个空白填补住之后 这个时髦感就会出来 就不会显得那么的单调 同时也是在 袖子的部分 设计很有亮点 就它在这里设计了 一个袋子 然后上面有两颗扣子 袖子这边呢 也有两颗扣子 也就是当你在做事的时候 或者工作的时候 你可能会想要 把袖子卷起来嘛 那这一件就是 你直接扣在那个扣子上之后 这个袖子就会自然的 被抬起来了 你就不用卷得很厉害 而且它可以固定的 好好的 而且会有一个 这种皱褶的线条 整个时髦感也能出来 而且这一件侧边 大家看到 也有一个设计的亮点 就它旁边是可以打开的 就这种搭扣的形式 打开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一个 开刹的线条 你想要往时髦感的风格 比较宽松的感觉 去搭配的时候 就可以利用的上了 然后另外一套 要跟大家分享呢 就是这种 夏天非常百搭的一个 假两件的灰色的 这种毛衣 它的整个厚度呢 就是比较像是那种 打底衫薄薄软软的厚度 所以你在刚刚入秋的时候 穿也是不会觉得热的 就很热 作为一个打底衫 而且它的整个材质呢 也是有97%的 一个羊毛 非常软 你不用担心 有任何渣的问题 我是直接贴肤穿的 而且再加上 它是用这种灰色 然后再搭配一个浅灰色 来做一个假两件的 一个叠穿嘛 所以当你直接 把它穿在身上的时候 不需要任何的搭配 它就自然的 有一个层次感了 反正我这些年 都比较喜欢的 去利用这种 本身就自带有设计感 然后有一些层次感的单品 来日常的穿着 因为平时 我真的很着急 出门的时候 我是没有空 一层一层的去叠 然后一层一层的去搭 还要考虑颜色 面料的厚度 然后它的飘逸度 等等的去玩一个 百分之百的那种 时髦感穿搭的 就整个人也有点 太过用力了 就不是我现在 比较喜欢的一个风格 而且再加上这一件呢 它不光是领口用 它的下摆这里 也是有一个层次感的 而且它还有一个 最大的亮点 就是它背后这个地方 它设计了一个挖洞的部分 而且上面的这一层 显灰色呢 也是可以把它打开的 所以这件衣服呢 它等同于是 也可以双面穿 就直接把它翻过来之后 可能解开两个扣子 或者你就不解开扣子 然后你这里胸口这边呢 就会有一个自然的挖洞线条 那这一套里面呢 我还搭配了 它们家的一个 帆布的毛钉包包 那我之前就已经入手过 它们的一个那种 牛仔兰的帆布包了嘛 我之前回国的时候 真的是背它 背了好多次 因为实在是太难装了 非常适合旅游 或者说你平时 带的东西比较多的人 而且也因为帆布包 它重量不重 所以你背着的时候 装的东西多 你也不觉得难受 后来我就入手了 这个毛钉款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毛钉款呢 还更有就纽约的 硬朗的金属感在里头 而且它的这个钉珠 我觉得钉的位置恰到好处 就是在肩带这里 然后在侧边的下摆这里 有几颗就不会特别的浮夸 平时搭配的时候呢 也很合适 那接下来第二个 要跟大家分享的 Sign Fit Blink的设计特点呢 也就是手座工装杆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它们的很多设计里面呢 都利用了很多这种 工装风的元素在里面 很多比较时尚风的外套呢 也融合进了一些冲锋衣的氛围 就带有一些些的 城市机能风 那这种城市机能风 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针对这种 城市生活的人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是需要在路上走嘛 所以就需要去面对 大自然的一些变化 比如说大太阳啊 下大雨啊 刮风啊 就比较倾向于是需要一些 能够抵抗大自然的衣服 那这种城市机能风呢 就能够去涵盖得住 比如说很多外套呢 都是防风防雨的 但同时呢又是比较好看 带有城市时髦感的 那3E Philippines呢 就是很好地把这种 城市机能风 融入进了女装里面 包括呢 它还柔化了 它们的线条 有一些线条里头呢 还呈现一些 可爱的氛围 那另外我提到的 这个手作感呢 也就是它在 很多的设计上面 都会增加一些 看上去比较糙的 一些手工的设计 比如说它们家设计里面 标志性的一点 origami的一个系列 也就是在很多的衣服啊 或者说裤子上面 都有用这种皮带 去做一个打结 就有没有还很像 我在几年前出的 那个联名的大衣 我自己真的非常喜欢 这样的设计 我觉得这样的设计呢 是正正好的 可以在一些比较正统 然后比较正式 或者说感觉有点 高大上的衣服里面 增加一些轻松 但是又能够提升品质的氛围 就不会显得这个人 有点太过的局促 那之所以把这个系列 取名叫origami 也是因为omegari 在日语里面的意思呢 也就是折纸 手工的意思 那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我衣服上面 还有这个裤子呢 都是有这个元素的 我先讲一下这件衣服啊 因为这件衣服 是我入手比较久的了 我应该入手的 它有一个多月 快两个月的时间了 我就等着入秋之后穿它 它其实是一件 比较像是冲锋衣的衣服 就带有一些些的这种 风衣感在里面 那比较像是抖篷的线条 就因为它在前面呢 这里增加了两片 这个挡片嘛 所以穿在人身上的时候 会看上去 比较有那种圆润感 同时也因为它是个外套 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扣子 可以打开的 而且这个扣子隐藏的 大家可以在这看到 根本看不到扣子 对不对 但是如果像我这种 脸盘大的人嘛 你又想要露出 更多的皮肤的话呢 就可以这里拉链拉开 有很多的设计小细节 而且这一件 它真的是属于 那种通风的一个外套 它里头袖子这里 就是它之所以做一个挡片 就是因为它袖子这里 其实开了一个 很大的洞就在里头 别人是看不到的 但就是能够起到 一个通风的作用 你穿在身上的时候 会更加舒服 凉爽一点 这一件的折扣力度也很大 然后其次另外一件 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种origami的系列 最经典的单品的 其实是他们家的裤装 比如说短裤长裤 我选择的这一款呢 就是既适合通勤 然后又适合日常穿着的 一个九分的这种扩腿裤 它穿上之后 整个人的比例 就会显得很好 因为它也是属于 这种超高腰的款式 我记得颜色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我选择的这个军绿 另外呢还有个卡其色 卡其色就会更加亮眼一点 然后这种版型 最大的优点呢 就是它对身材的包容性极高 基本上所有的朋友 穿它都能够完全的hold住 并且可以涵盖住 可能你自己不是很满意的 各种臀部腰部腿部的问题 然后整个比例一下子就拉高了 再加上它又是一个九分的线条嘛 所以你下面无论是搭配单鞋 凉鞋 还是到了冬天 你要搭配靴子都很好看 我这里是直接搭配的一个这种长筒靴的 那我在下面搭配的这双靴子呢 也是我在3A Philippines里面入手的 他们家最经典的那个Kate系列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在去年的时候 分享他们Kate系列的那个 继带的战靴 很好看 而且当时打折力度也很大 那这个Kate系列呢 其实还有一款这种切尔西版本的 然后也是非常高筒的这种选择 我觉得这种高筒有个好处啊 就是一方面它肯定会比低筒的更保暖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它可适应的这种下装的长度的范围会更广 比如说有些裤子它太短 如果你的那个靴子跟它完全无法衔接的话 其实中间会有一个很尴尬的线条嘛 这一双呢 就是基本上所有的裤子裙子都能够连接的上 因为它足够高 而且穿着呢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因为它旁边就是这种绷带的 你就直接脚一蹬就进去了 然后我穿也完全没有任何磨脚的问题 然后这个底呢也很厚 那另外我在上半身呢 是直接选择了两件毛衣 那整个搭配的灵感呢 也都是属于一种日常休闲风 然后你同时也可以通勤的 就只要你公司不是说要求 一定要穿衬衫或者说西装这种 穿这种衣服通勤呢 也是恰到好处的 一个呢是这种米色的喇叭袖的一件毛衣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喇叭袖的这个位置 穿在人身上的时候呢 能够一下子有一些日系的 静谧温柔风在里面 然后如果你想要搭配的更加的休闲 然后酷感一点的话 就可以直接再戴个帮球帽 然后包包啊鞋子上面呢 有进行一个变化就好了 那我搭配的这款包呢 也是我在三一菲利里面找到的一个极皮款 因为一旦到了秋冬天嘛 我觉得几皮的包包也是必不可少的 尤其是这种深棕的几皮 非常能够去跟这种大地色系 比如说均绿色搭配在一起 能够碰撞出一些工装的氛围 而且这款包呢 也是三一菲利里面他们家非常出名的ID系列的 这个ID系列呢 最主要的设计点就在它的这个五金这个位置 就是用了一个这种扇形的 然后很立体很扎实的五金放在这里 等会我会跟大家提到ID系列的其他包 还包括有他们家的皮带 都是有这个设计亮点的 而且这款包也是有融入进 origami皮绳元素的 就可以进行一个这种元素上的呼应 然后另外呢 我还搭配了一件这种黑白条纹的一件毛衣 然后这件毛衣呢 它的整个厚度就会比较厚实一点 我觉得是需要到深秋 然后到冬天穿都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它最大的设计亮点又要来了 又要提到另外一个 我非常喜欢的三一菲律布林他们家的一个设计灵感 他们会把很多女性元素的单品 融入进一些日常或者说中性风的衣服里面 比如说像这种很条纹的衣服嘛 本身就是男女都可穿的 比较中性 但是他们在袖子这里呢 就增加了这种镂空的蕾丝勾花 而且整个这个镂空蕾丝这里的品质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之前就跟大家聊到过嘛 就是每次在选这种镂空蕾丝的这种东西的时候呢 你基本上在普通的品牌里面选择到的都是品质很差的 就是一眼看就不太行 但他们家的这个整个勾边都非常干净 简约 那正好跟这个毛衣搭配起来呢 就会玩出一个层次感的体现 也很适合你平时在穿一些比较中性的衣服的时候 你觉得就是有点怪怪的 然后没有办法把你自己女性的特质里面 比如说你风格里面呢 会多一些妩媚呀 或者说多一些可爱的感觉 你想把那个感觉调动起来 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的话 选择这一类的设计也是非常合适的 因为我自己观察下来是发现 虽然现在中性风非常流行 然后这种简约极简也非常流行嘛 我自己也很爱穿 但我自己观察下来是不是所有的女生 都适合这种极端极简的 反而有时候掩盖住了 她们身上的一些女性闪光的特点 所以我们在选择这类衣服的时候呢 就可以稍微的懂一些心思 而且包括这一件呢 它这里还是这种两层的一个设计 有一个开口 所以你平时在穿的时候 就不一定要把这毛衣全扎进去 它可以有一个这种斜面的层次感的体现 我觉得这一件呢 就是可以充分的去表达 Sign E Philippine 她们在面对设计衣服的时候的一些 很多的小心思和考虑 能够希望在这种现在比较流行的简约风里面呢 可以跟大家提供更多的一个选择 然后说到这种休闲融合女性感的氛围 我就要提到另外一件我也非常喜欢的单品 也就是我入手的这个假两件的卫衣连衣裙 就它下面呢 这个连衣裙的部分选择的是这种蕾丝的一个裙子 就它完全能够跟这个卫衣的单品叠搭在一起 碰撞出一种休闲的女性氛围 就感觉你可以把很多时髦的元素完全融合在一起 玩得很出彩 那因为我之前呢也是有尝试过 用两件单品来叠搭玩出这种氛围的 只是我发现说很多时候 你是很难能够把两个东西融合的很好的 比如说你普通的一件卫衣去叠一件 你自己可能普通的这种蕾丝的半裙 但就因为它材质上或者说颜色上 或者说它中间衔接的位置不对劲的话 整个人穿着就是似不像 就是有一种我硬要时髦 但是又时髦的不对劲的感觉 但是这一件呢就是完全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首先是它上面的这个卫衣 玩的就是一个层次感的 比如说你看它前面这里 就比较像是一个卫衣背心嘛 然后上面就是一个叠穿的假两件的一个效果了 你看袖子这里 然后再加上它侧边这边呢 也做的是一个有点像开叉的 你看它是开叉的一个线条 所以它是一个敞开的 几个连衣裙连贯的线条 就不像是你自己随便去穿一个卫衣 它肯定就在这里中间卡住了嘛 就腰臀那里卡住了之后呢 你裙子又散开了 就没有那种好看的线条出来 这一件呢就直接出现了这个好看的线条 再加上它侧边呢也有一个袋子可以调节 就看你自己今天想要走什么风格都可以 你想要把这个卫衣卡的高一点 比例好一点的话呢 也是OK的 然后下面这条蕾丝裙呢 就是直接跟这件衣服连通的 不过呢它是通过了一个很好的连接 就里面有个内衬 然后连通到这个卫衣 所以穿着的时候是非常舒服的 那下面裙子的部分呢 就主要是这个白色的丝制的裙子 然后增加了这种镂空的黑色的蕾丝 打造一种性感的氛围 但又因为它是黑白色嘛 所以就不会显得太过的妩媚 或者说太过的性感 平衡的是恰到好 但因为整套我是想要往整个中性 休闲的氛围再去靠一靠的 所以在这里呢 我就还搭配了一个棒球帽 其实刚刚我也已经戴了很多次了 就是这种纯的一个黑色的棒球帽 我发现它整个帽型啊 帽颜啊设计的都很好 而且后面也有调节的位置 反正我自己大头嘛 我调到这儿 你看还有那么长一节 也都是完全OK的 所以我相信应该是 所有的朋友的头位都能戴 然后包括这儿侧边呢 还有一个小小的三一菲林的logo 是比较低调的 我建议大家在买一些 大牌的有logo的这种棒球帽的时候呢 都尽可能的去选择logo 相对较小的 就如果你希望它带的时间久一点的话 那在这一套里面呢 我搭配的包包 就是我之前购物分享 就已经跟大家分享过的 我在他们家sell区 也就是打折区桃道的一个 巨折的豆腐包 也是他们家最经典的 这个ID系列的包 里面的容量也很大 就是那种传统豆腐包 什么钱包啊 手机啊 小相机啊 都能放进去 而且这一款 它的整个肩带设计也很有趣 就这种大的一个链条的 背着你也不会觉得重 也不勒 很舒服 因为它的整个链条很大 而且又不重 那这个豆腐包呢 其实也是有一个经典款的 就是肩带 就是这种正常的肩带 也可以调节 就你根据它旁边这个洞来调节 也是有一个黑色款的 反正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 我记得也是有在打折的 那刚刚在聊到这一套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发现 三一Philippine的设计语言当中 还有个很大的重点 也就是解构主义 其实在刚刚的那个衬衫里面 也是有很多解构主义的理念出来的嘛 那解构主义的理念是什么呢 如果放在服装中呢 也就是代表着 就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呢 他是把这个衣服 原本本来最简单的一个版型 然后通过拆解 把它可能剪成一小片一小片之后 再重新拼接变成不一样的 扩型版型的时候呢 就叫解构主义 那现在在设计当中呢 这种解构主义就不代表说 一定是要把以前的旧衣服 拆了重新把它拼起来啊 而更多的是在设计的当下 你就设计出了很多 不同的拼接跟剪裁 来让人们穿着这件衣服的时候 呈现不同的 有趣的一个扩性 然后就要聊到另外一件 也是这种假两件的一个连衣裙呢 我很喜欢的一件 我觉得穿上的时候有一种休闲时髦成熟中的少女感 因为它主要的一个设计特点呢 就是里面有一件这种条纹的 一个这种衬衫形式的衣服 然后在下摆这边呢 也是利用的这种衬衫的线条嘛 就有一个比较大的抛抛的这种裙摆 但它在上衣的部分呢 又拼接了一个这种 V领的 卫衣的背心线条 它就比较像是一个衬衫的这种叠穿 但是你如果你自己要去叠的话 是非常难的 首先啊你里面的这个衬衫 在领口这边就没有露出来 是很难很难的 然后其次呢 它又能够在侧边这边做一个拉链 让整条连衣裙就是比较自然的散开的话呢 其实如果你要去玩这类型的叠穿 也是非常难的 但只要这一件 然后穿在身上之后 就很自然的有了这个层次感 风格立马出现 而且很有新意 最重要的就是这件也是我以一个拒折入手的 那除此之外呢 它还有一个设计亮点也是出现在它袖子这里 它里头呢是直接有个这样的一个绳 然后它可以直接把你的袖子卷起来扣好 让你平时在工作啊 或者说你想要让它更有造型感的时候 卷起来就行了 反正如果你只要是买3E Fillip Link他们家 所有的衬衫类的单品 一定都会发现袖子部分 有很多不同的设计亮点 就是基本款上面有加一些 经过了仔细思考的设计 那因为这一件卫衣本身是比较长的嘛 所以为了能够让比例变得比较好呢 我也搭配了一根皮带 然后皮带的部分呢 也是我入手他们家的这个ID系列的一个皮带 反正他们家如果你想要去买一些比较signature 然后比较独特的这种 带给他们家自己设计亮点 五金的配置的话 这个ID系列是一定要尝试的 就它的整个这个扇形的五金呢 就是比较简约 但是又很有亮点的 大家你身上的时候 能够立马的去做一个点缀 不是直接这个黑白的都入手了 很百代 然后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套呢 里面主要的单品 肯定就也是这件 卫衣的上衣 这一件就是直接非常露骨的告诉你了 他们家是属于纽约的这样的一个牌子 那之所以3EFillip Link 他们家有直接就印有纽约这个logo的 这些一系列的单品呢 是来自于之前在疫情期间嘛 纽约不是有lockdown吗 然后其实是有很多纽约的当地人 是搬出去住了的 因为美国的其他地区是没有lockdown的 但只有纽约lockdown了 那Fillip呢 跟他的创始人文呢 当时是坚守在了纽约的城里 他们觉得在这个时候呢 是纽约最难过的时候 所以他们就出了这样的一个纽约系列 并且将这个系列的一部分的收益呢 来捐赠给了纽约的政府 然后去帮助纽约市 来进行快速的一个恢复 所以有了这一个系列 那这一件卫衣呢 也是充分地表达了 他们家的一个解构主义的 各种各样的一个灵感的体现 首先呢 就是它是属于这种双色的一个 双面料的拼接 前面就是正常的一个卫衣的 这样的一个面料嘛 但是背后这边呢 就用的是这种卡其布的一个面料 就有了一个运动加休闲的一个碰撞 然后增加出了一个时髦感 同时这件是可以双面穿的 就当你把它翻过来之后呢 这件衣服就会变成是一件 这种卡其色 然后比较纯色 没有logo的卫衣 你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调节 而且这一件的质感真的很好 你穿上身之后 别人一看就一定是知道 是一件比较贵价的 这种设计师的单品 但这一件呢 其实打着下来价格也很合适 摸到手上 大家就知道它的一个扎实感了 那另外我在下面搭配的呢 就是一条 我之前就分享过的 这个牛仔的短裤 因为现在正好是初秋嘛 就比较适合乱穿衣的时候 你可以上面搭一个比较厚的衣服 然后下面搭一个这种短裤 那到了天气更冷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再搭半裙啊 长裤啊 去玩一个碰撞 包括这一件 因为它是无袖的 我觉得也非常适合 在天气更冷的时候 在里面去搭那种 显瘦的内搭 都可以玩一个层次的迭搭 那聊到纽约这样的城市呢 我们不光能想到钢筋水泥 或者说快节奏的这种工作的生活 我们也能想到在工作之余 周末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到中央公园去骑骑车 然后在那里晒晒太阳啊 野餐一下 就是这种周末的一个慵懒的氛围 所以说呢 三一菲利普林也是把这种城市 慵懒风融入进了它的一个设计当中的 这个呢也是我想着重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系列 因为我们不是说每天都是很紧绷绷的嘛 然后一定要是那种很精气神 很足的一个时髦感 有时候我们就是可以玩一个比较松散 我个人非常舒适的一个用来的时髦感 那三一菲利普林的很多设计 都是能够满足这个要求的 我这里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是 一套这个钻石的衬衫套装 就很像是睡衣啊 它主要的设计呢 就是在这种丝制 然后比较扎实的这个面料上面呢 去镶嵌的各种颜色的一个 宝石 不过它这个宝石不是真的宝石啊 而且我发现它其实就是可以水洗的 如果你要放进洗衣机里面去洗的话 你就一定要把它翻过来 然后放进一个洗衣袋 然后用轻柔模式积洗 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且它整个这个面料非常紮实 完全不是那种很薄 只要很差的那种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所有的单品 你买回去你都不会觉得质量有任何的问题 甚至说你会觉得超出 你所支付的那个价格的 那这一套呢也是有在折上折的 那这样的一套呢 你周末穿出门去 去随便吃个brunch啊 或者说去逛个超市啊 小逛个街啊 都是非常合适的 那我这些年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要穿搭 我相信大家也感觉到了 底色呢都是一定要舒服的 我已经过了那种要折腾自己 然后穿一些不舒服衣服 或者说鞋子的一个年纪了 或者说那个心境了 然后其次呢 就是我希望这件衣服是在舒服的当下呢 它能够去体现我的一些审美和个性 同时呢也可以去优化一些 我自己不满意的身材的一些线条 那这样的一身衣服 就是能够让我穿着非常自信 舒适的衣服 然后以上的这些呢 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几个 三一Philip Lint 它们的一个设计的特点 本来我记得我是要分享四个 结果最后好像我自己是分享了五个的 然后都是我自己通过 它们的各种各样的runway的show 然后还有它们的各种实际的单品 总结出来的 因为就正如我自己品牌故事 Brandstock这个系列的主旨嘛 我是希望说跟大家挖掘和分享一些 生而八经值得我们入手 并且它值得那个价格的设计师品牌 而不仅限于是我们单一的去崇尚某个名牌 就只要它出名的话 我们就是无脑的崇尚它 而且我也希望说从这些品牌的产品上面 我能看到它们的真心 就它们自己的设计理念 是有付诸实践在自己的设计上面的 那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品牌三一Philip Lint的全部的东西 希望大家喜欢 那它们家呢 目前是有一个全场的八折码的 叫Ephorys 20 那所有的具体信息 我都会挂在下方的信息栏和评论里面 包括我分享单品的链接 还有它们折扣区的一些巨折 我很推荐的单品都会放在下面 那这个八折码呢 是可以跟折扣单品叠加的 也就是折上再八折 然后包括还有一个免油的码 叫Freship 那也是可以叠加两个码用的 所以你只要买它们家的单品 都是可以免油的 千万不要忘记用这个码 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breast talk 品牌故事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一定要告诉我 因为品牌故事这个系列呢 每次做的时候 我真的都非常的头疼 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但不一定我自己花了很多时间 或者是我自己想做的东西 是大家爱看的嘛 那我也希望说 我做的东西是大家爱看的 所以只要你喜欢的话 千万不要吝啬 帮我点赞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就下视频再见了 拜拜 拜拜